两岸ECFA早收清单在昨天敲定了 台湾539项货品将会分两年达到进口中国免关税 不过其中大家很关注的工具机项目却是没有全部纳入 这让之前出面为马总统背书的业者很尴尬 包括了在经济部广告中力挺ECFA的庆红基店董事长王武雄 他面对同业的责难 今天很无奈的说希望政府可以在下一波的磋商当中 再把工具机全部纳入 还记得经济部大力放送的这个广告吗 四袜业自行车跟工具机四大业者力挺ECFA 但在早收清单曝光后 代表工具机业者拍广告的王武雄可是超尴尬 因为放电加工机没列在早收清单 工具机中的中小企业很失望 既然是代言人最后的话又没有过去的话 当然对了期待 对了期待 对了同样感到很抱歉 代言人尴尬希望政府下一波能把所有工具机列入免关税清单 一样难掩失望的还有身兼石化业大老板的工总理事长陈武雄 因为出口产值最大的聚乙息跟聚力乙息 没在这波早收清单 不满意但是只能接受 我们希望这个谈判团队在签署之后能够立刻展开谈判 务必一定要在东协加二加三之前要完成这些事情 还没有吃到前菜 还没有吃饱的人 没有关系 要有耐心 我们要下一次的翻车 开来主菜一道一道上 副总理向万常出马 以前菜主菜辟育要安抚没纳入早收清单的产业老板 但民进党立委忧心的还有中国267项早收清单 这影响也很大 这种比较劣质或者单价低的自行车到台湾来 我们的自行车业怎么跟它竞争 请问马政府你眼中只有539没有267 台湾人民情何以堪 早收破荒几家欢乐几家愁 受冲击的产业还要政府赶紧抢救 免得一个法真的成了台湾产业毒药 明星文章旭文明周台湾报道 9 明星中秋 18 2 18